各位藏友大家好,我是小坤 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大吉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瓷器知识呢 就如我们的标题给大家提示的 什么是老瓷器的火石红 什么是护胎药 这个问题啊,有很多藏友问过我 也有很多藏友弄不明白这个两者的区别 我给大家拿出的这两件瓷器呢 它本来没有什么关联性 但是啊,这个知识呢 在他们上面有所体现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件物件是干做什么用的 大家看啊 这上边是一个五幅捧兽的图案 这里边呢,有骰子 这是清代的骰子钟 这个东西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是爆花缸 咱们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知识呢 就隐藏在这两件瓷器当中 一个是它的底部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盖子当中 大家看一下 我左手拿这个呢 就是闪子钟的底部 右手拿这个呢 就是这个爆花缸的盖子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护胎硬 这个护胎硬啊 是过去古代瓷器制造出来以后呢 在它这个圈族这个地方 刷上一层胶纸的东西 类似于胶纸的东西 它是啊,起到这个保护这个胎族的作用 它的颜色呢 微微泛黄 有时候呢,偏红 这个什么是火石红呢 火石红 是这个瓷器 胎质的本身当中 铁元素 氧化 造成的一种颜色 它微微呈现红色 所以说呢 叫火石红 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简单的说呀 这个护胎硬呢 它是在这个胎图的表面 这个火石红呢 是从胎图里边往外泛出来的一种颜色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镜头啊 给大家翻转过来 大家看的比较详细 这个也很好理解 大家看完了以后呢 自己稍加总结 或者拿自己手里边的瓷器稍加对比 以后就不会产生疑问了 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个很多藏友关心的问题 也是很多藏友迷惑的问题 说这个瓷器有火石红就是老的吗 有护胎硬就是老的吗 这个不一定 首先来说 这个火石红泛出来的颜色 几十年五六十年就可以泛出来 我们讲的老瓷器一般指民国以上 包括民国 那么护胎硬它有什么知识呢 我跟大家说啊 拿出来这个护胎硬给大家讲一下 是因为啊 很多藏友看不懂这类的瓷器 因为好多护胎硬都没磨损掉 有的护胎硬刷的很薄 包括很多精品的一些小盘子 刷的护胎硬非常非常薄 类似一圈青漆一样 很多没有经验的藏友呢 或者没玩过这类没有包姜瓷器的藏友呢 认为它是新的 这是不对的啊 咱们判断瓷器的新老 跟这种护胎硬 跟瓷器的表面光亮度没有关系 是要看它的胎质 看它的化工 看它的材料 综合的判断 不是说看这件瓷器 光亮不光亮 有没有包姜 因为我们稍微精致一点的瓷器 很多瓷器都没有包姜 下面我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很好区分啊 我们把镜头给大家拉近一下 大家看到吗 这个就叫护胎硬 它是一种胶质成分 而且它刷上去比较均匀啊 这类的瓷器呢 是老瓷器 很多藏友在没有经验的时候 或者没接触过这类瓷器的藏友呢 一开始不认可它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种护胎硬 也很好区分 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 然后大家再看这个 这是从胎质当中泛出来的 微微的火石红 它俩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大家对比一下 或者拿自己手里的瓷器对比一下 就能区别出来 之前有很多藏友有过这种疑问 今天呢 咱们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很简单的两点知识 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是火石红 什么是护胎硬 它二者有何区别 这个大家稍加注意 或者自己手里有瓷器的话 拿出来几件自己对比对比 参考参考就行了 第二点知识呢 就是说 从火石红 能不能判断这件瓷器的新老 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 不一定百分之百是老的 大家要注意 如果您爱好老瓷器 喜欢老瓷器收藏的话 别忘了给小坤点点爱惜和关注 感谢您的欣赏支持 咱们只讲古玩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感谢大家